一口一个谦语 你叫得可真清热啊 男为婚女为嫁 名字都称呼上了 但我人家的少爷 真是不矜持不检点 你要烫死我呀 大少爷说你昨晚着凉了 让我务必 给小姐携手的时候 用热水 我再去打点凉水吧 唐一泡蛋就想收买我 想得喂 不错不错 奶奶 奶奶 快坐下 久闻千语啊才貌双全 今日一见 果然是名不虚传呢 那是 千语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她的相貌才艺 都是顶尖大 嗯 奶奶 姨娘 现丑了 谈得真不错 奶奶许久没有听到你的轻声了 她很是想念 婉儿 快过去见过千语姐姐 婉儿见过千语姐姐 这位就是婉儿妹妹 真是位清秀家人 姐姐谬赞了 对了 这个镯子是我自小戴在身边的 小小心翼 还望妹妹不要嫌弃 我不用不用 我有 我自己有 婉儿 千语姐姐不是外人 她要送予你 你就收下吧 哦 那谢谢千语姐姐 不客气 好好好 都快坐下吧 谢谢奶奶 谢谢奶奶 可惜 你 你瞧瞧 你瞧瞧 颜西和千语这俩孩子 真是要多般配就有多般配 是啊 母亲 真是没想到啊 这一眨眼 当年的小姑娘 竟然都长这么大了 我还记得千语小时候 总是追在颜西后面 吵着要嫁给哥哥呢 奶奶 看来我们疏忽了婉儿了 婉儿 刚刚千语弹奏一曲 想必你也寄养难耐 要不要给我们也展示一下你的才艺呀 姨娘 我不用了吧 怎么了 何时变得如此谦虚 过分谦虚 那可就是虚伪喽 是啊 婉儿 奶奶也没见过你的才艺 今天在座的都是自家人 你就好好地展现一番 我们自家人乐呵乐呵 就是呀 快去吧 动郎 你来看 树上的牛儿 成双对 路水青山 带修 这 婉儿这是怎么了 可能是忘词了 来吧 随手摘下 花一朵 赠予娘子 待发见 从今复在手 那奴役护 娘子 然后呢 复起双双 把家还 一更天来 我只不 我挑水来 你较远 暗阳随破 能滴风雨 扶起恩爱 苦也见 你我好比 人阳阳 比双飞 在人间 好好 这唱的什么玩意儿 乱七八糟 姨娘莫怪 我之前教婉儿写诗 她总记不住诗的韵 所以我就叫二弟 带她练练戏曲 找找余感 是啊 我也就跟着 学了一点 虽不是什么天籁之音 倒也唱得活泼可爱 正是合了婉儿 帅直的性子 婉儿 子芊 别愣着了 快回来坐下 快坐下 子芊 赶紧过来坐 坐下 你跳得可真可爱 您开心吗 母亲 有件事情本不当讲 但是我觉得 还是应该让您知道一下 你说吧 我听说 昨晚婉儿在外摊杯 居然喝到明丁大醉 半夜才回来 方才恐怕是夜醉未消 所以才手抖把杯子打翻了 什么 堂堂顾家小姐 竟然在外面喝个大醉 这怎么行啊 母亲 别急 身子要紧 母亲 您也想想 婉儿打小就离开家门 从来没有学过什么礼仪规矩 自然不能跟那些名门 闺秀相比 偶尔犯点错 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但现在她已经回到姑父了 相信日后慢慢引导之下 一定会教导好的 是得严加管教了 你传我的话 给婉儿布置抄写女戒 也让婉儿知道女孩家的规矩啊 是 母亲